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要我们执法说法据理力争 去年8月25号 一个名叫做Kyle Rittenhouse 17岁的小男孩持枪 枪杀了两名游行示威人士 同时也打上了另外一名示威的人士 这个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之中 今天早上这个法官已经是撤销了一项 就是非法持有武器的这项轻罪 同时允许检察官增加的两项 可以说是轻度的谋杀罪 这不是一级谋杀罪 有意图的谋杀罪 所以这个案件今天来跟大家解读一下子 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有可能这个案子会引发另一波的游行示威 或者是暴动 这个案子里边我大概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子 事情发生了经过 在去年5月25号到30号 因为黑人佛罗伊德被白人警察枪杀之后 压脖子枪杀之后 全美国暴动了 各个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的队伍 当然的话这个案子是从在离Milnesota不远的地方 隔离的州在威斯康斯州也发生了另外一个案件 在8月23号一个名叫Jacob Jacob Blake的一个黑人在Cognosia 这发生跟女朋友争吵 这个女朋友打电话来 后来警察一查一下子 Jacob Blake的话是有一个通缉令 并且他有性侵的前科 所以警察正要逮捕的时候 他跑到车上去 在警察追到他车上的时候 警察怀疑他在车上有武器 所以他朝他开了气枪 他被打伤没有死去 不过来说Jacob这个案件的话 也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游行示威 所以在8月24号的时候 在Cognosia这地方 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在游行示威过程之中 很多店家被烧了 这种情况 另外这种导致了很多民众持枪来保护 其中这名在Illinois州的白人男子 叫做Kyle Rittenhouse 他才17岁 他旅Cognosia的发生地的话20分钟 他跟他朋友借了枪 以后到了Cognosia里面去 在25号就发生了枪击案件 我们看一下子 这个CoreTV里边的相关的报道 所以当时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这个小伙子的话 他是持着枪来的 当然这个案子里边就发生了问题 究竟他是合法的使用枪来自卫 或者是他就是这个小孩子当将游行示威 变成一个战争的墙地滥杀 所以说这个案件 在检察官眼里边的话 他们现在指控的话是六项罪名 第一项罪名 他指控的话是在那天的时候 他指控他当时是有意图去伤害别人的 所以是一级intentional homicide first degree可以无期徒刑的 当然现在的检察官意识到 在作证的过程之中 也很多视频 也后法官也认为 可以构成正当的滋味 所以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最重要一点的话 是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我想的话 CoreTV做了一个专题报道 他讲的这个事情的话 也是非常可以说 当时在游行示威break的时候 他跟警察发生了冲突 警察在后面开枪打了他气枪 所以因为这个案件 而导致民众的不满 所以认为这个案件的话 这个是警察处理不当 所以发现很多当天晚上 很多游行示威人士手上接头 当然在过程之中 也有很多这些民众的话 是担心自己的安全 因为在游行示威过程之中 其中有一家叫做Car Source的 这个车行被烧了 这个Car Source里边的话 被烧的过程之中 其中他有一个员工 这位员工的话叫Brett Brett的话是跟这个Karl是朋友 因为Smith的话 跟Karl的姐姐是在约会 他是跟Car Source里边打工的 Car Source这个Use Car Dealer 他有三个地方 一个地方被烧掉之后 他组织了其他人过来保护 其他两个汽车领袖商 所以当天晚上 他们可以看得出 他会知道的话 晚上可能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当天晚上 这个Car Rittenhouse跟Smith的话 他们一起来到了停车的地方去 那当时警察也知道很乱 他们也不出来 所以他们最重要有这些民兵 Malitia的话他自己持枪的 所以这个警察对他们的话 还是蛮友善 觉得这个民兵你自己来运动 保护也可以 在里边的话他有几个人 第一个人里边的话 这个就叫Anthony Hubert 他手上拿了一个滑板 在过程之中他也是参加两次的游行示威 以后在过程之中的话 还有他也是另外这一名的话 叫Zunitsky他是有枪的 所以他是先开了第一枪 以后你可以看到他手上是有枪的 所以当时之所以震荡的滋味 就是这位有枪手的先开枪 以后他们拼命在跑 以后另外这名死者的话 他是Joseph Rosenberg Rosenberg的话 他以前是在Arizona 他现在Kennoshia长大 后来到了Arizona 当时的话前科累累 有性情儿童 光光从精神病院监狱出来 以后他马上参加了游行示威 所以当时在过程之中 可以看得出的话 他是先发现了枪声 这个枪声后来证实的话 这个是枪手先打了 以后当时Kyle的话 他觉得很危险拼命找 没想到Joseph Rosenberg 他自己的话 这个拼命在追 追的时候 他这个Kyle的话 开枪将他打死在地上 打上地上之后 他马上就打电话来报警 他说你可以看得出马上报警 报警完了之后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 所以当时这个视频的话 他当时可以看得出 所有的都是要拍下来的 所以一听到枪声之后 他知道已经打中了人 所以他很紧张 他打电话 打电话报警 说我I kill someone 以后他马上 他并没有来救援Rosenberg 在Rosenberg跌倒在地上之后 以后他很紧张 他就赶紧逃跑 当年逃走的过程之中里边 有一群人追着他 有人有可能是怀疑 他是枪手 这个怕逃走了 以后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有两个人想办法来打倒 其中你可以看得出 将他打倒在地上 打倒在地上的时候 他开枪 以后打中了Huber 因为Huber的话 他用滑板来打他 在过程之中的话 有另外一个 他Page的话 也是过来 他打中他的手 所以打中的时候 他自己投降 向警察投降 所以在过程之中的话 他的辩护理由就是说 第一枪是有枪声 他认为别人已经会枪杀他 所以他开枪来 没想到Rosenberg也抢他的枪 所以他向第一个Joseph Rosenberg 开的枪是处于正当之位 以后第二枪的话 别人在后面追着他 他要跑走 以后有人拿着滑板砸他的头 并且手上有枪 他又开了枪 正当之位 第三个Page的话 他也是想办法用枪 他在庭上 生存的这个人被打伤的 他说他手上是有枪 他手上是指向 Kyle 后来Kyle的话 也开枪打中他的手 后来他就向警察投降了 那这个案子里边 这个辩护律师 让Kyle出庭作证 出庭作证过程之中的话 他也是可以看得出 哭起来了 因为他妈妈在观众旁边在哭 他也引发他的哭 当然很多人说他就做得太假了 这个案件也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法官 这个跟他的 这个Bruce Sander Sander的话 他是自由派的法官 他一般的话对辩护 他以前是检察官出身的 这个法官的话 往往对被告的话 是非常严厉 但是在这个案件里边 他对检察官非常严厉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法官的话 是不是有偏见呢 其实这个法官 在审理过程之中 有两度对检察官很不客气的 第一次就是检察官 在Kyle出庭作证的时候 他在问Kyle 那你现在才将这个版本 讲给陪伤员厅 那你之前有两次机会 第一次的话 你到警察局去投降的时候 有警察问你 你要跟女士 你没有讲 以后第二次的话 后来探员再找上你的时候 你也不讲 那意思就是说 你保持沉默了 以后当然法官说 在庭审过程之中 任何一个民众 要行使自己的权利 保持沉默 要求请律师 检察官都不能够 向在陪审团面前提到这个事情 为什么 美国宪法保证民众取枪的权 保持沉默的权利 保证民众 由拼请律师保持沉默 如果你一旦是检察官 他暗示你现在为什么你没有错 为什么当时不跟警察讲 就暗示的话 你行使你的这个宪法的权利 但是的话 法官不允许再三警告检察官 他说你再提出来 我就对你会开始惩罚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 是这个录像带 当时 卡尔的话 看到旁边有这个录像 别人在抢东西 然后听到卡尔里面的话 就是在录像里面提到 我希望我有枪 他们这些人就不会抢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看看的话 别人抢东西 他已经说他有枪的话 他那时候卡尔还没有枪 他说他就说 你可以看得出这个部分 法官说 他这部分不能够作为承认证据 但是检察官试图再度常观 要跟说 其实卡尔的话 以前就有说 这个要用枪来保护箱垫的 保护财务 因为在美国 不管是威斯康生 加州和纽约 你可以使用枪来保护生命安全 不能够保护财产的 所以检察官试图讲出来 卡尔的话 想办法用武器 来保护财产 但是法官的话 发现检察官提到这一点 他已经提醒检察官 你再问下去 那你就犯规了 所以说这些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法官对这个检察官很严格 当然被告律师的话 就是因为检察官提出了 暗示了卡尔行使第五搜证案 而有罪这种的情形的时候 他提出要求留审 并且不能够再度起诉 发官并没有批准 还是让这个案子继续下去 当然这个案件里面 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陪审团研判 这是二名陪审团将来会决定的话 就是卡尔 这位17岁的小孩子 在当时这个情形 他是不是正当自卫 或者是他滥用武器 故意攻击其他人 当然这个案件的话 也导致了现在美国的分裂 因为川普总统 在卡尔·瑞丁奥斯 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有一些表示同情 还支持 当然右派的团体 是卡尔·瑞丁奥斯 是位英雄 他说这位17岁的小孩子 他从小做警察 他支持警察 然后并且他跑那么远的地方 就是为了保证law and order 社会的治安 所以这些暴民来直击他 他开枪是属于正当的自卫 当然BLM还有这些左派的反对的 游行示威的人士 认为这个案件的话 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一个杀人案件 谋杀案件 在街道上面刚天发日之下 居然开枪来施击 导致了两人死亡 一人受伤 这两派他们都将这个案件 都视为一个政治案件 右派的人士认为 检察官是为了竞选检察长 而故意将这个案件变成政治化了 不能因为这个案件 从所有录像带看起来 这个是震荡之危 但是同样的 所以这个案件有可能会也是引致两边的不同样的争议 因为毕竟当时起诉逮捕的时候 Karl Rittenhouse被要求交两百万的保时金 左派的这个知习分子 他们马上筹到了两百万的资金 一般的辩护律师往往一个 然后在Karl Rittenhouse里边 他拼行了两个 他其实他家人并没有钱 往往是靠他的网站 然后Free Carl 这个卖T-shirt 也好筹款 这种方式筹到了律师费 很多民众认为 Karl Rittenhouse是个英雄 当然这个案件的话 最后会交给陪审团来决定 在今天 陪审团会听检察官 还有辩护律师的截便 截便完了之后 会交给陪审团来检判 陪审团如果很快做出决定 这种情形有可能他是有罪 不过来说 现在检察官 他从这个将加多一些罪名 就让陪审团有更多的选项 在陪审 检察官往往可以增加罪名 可以减少罪名 在谋杀案件里边 一般的情况 检察官会采用两种策略 一种的话是多个八字 那么多的罪名 只有一项成立 你就定罪了 有一种情形的话 就是所谓单发子弹 我只有一项罪名 这种情形的话 有可能是误杀 二级谋杀罪 但是的话检察官只追求 只要求陪审团决定 要不要是一项一级谋杀 这样子的话 迫使陪审团做出重罚 在这个案件 现在检察官所采用的话 是多个八地 让陪审团做个选择 这种的话 也可以有个下台阶 因为不一定是一级谋杀 有可能是疏忽过失杀人 这种情形的话 也会让检察官有一个下台的下台阶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动魂说发节目 有最新的进展 我会透个节目里面跟大家报告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